好 到底是你在看他还是他在窥视你呢 包括了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 智慧电视等各种智慧型装置的平台 都有可能会有漏洞 总部呢 位在马尔他的电脑安全防护顾问公司宣称 他们成功侵入了三星智慧型电视系统 装入恶意软体之后 能够从远端进入使用者的智慧型电视 骇客呢 就可以读取网路浏览记录 而且从曾经连接电视的USB取出用户的资料 甚至宣称可以控制电视内建的镜头还有麦克风 偷窥电视所在地的一举一动 还可以读取包括了账号 密码 甚至是财务的资料